11月18日,香港警方会检传媒是指出,在17日的行动中,警方在香港理工大学附近拘捕了一批自称是医护人员和记者的人士。 他们身着相关衣室,但部分人员无法出示相关证明。 香港警察西九龙总区指挥官卓孝叶强调,因为17日香港理工大学发生暴力事件, 警方已清晰表示,任何进入或逗留在理大范围内,并且协助暴徒的人均有可能被视为参与暴动。 因此,我们目前是会先拘捕所有身份有可疑的人,并会进行深入的调查。 刚才我想说,有51个自称是志愿医护或记者人士, 其实当中,我们发现有12个人自称为医护,但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急救或医护的资格。 而在记者方面,我们都发现有部分穿戴记者衣服的人,根本没办法出示任何的记者证明。 朱孝叶表示,经过身份核对之后,专业记者已经放行。 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佳璇指出, 6月修理风波以来,警方一共拘捕了4491人,包括3395男、1096女, 年龄介乎11至83岁,涉嫌暴动、藏有攻击性武器、袭警等。 而在过去周末,警方共拘捕了154人,年龄介乎13至54岁,涉嫌非法集结、暴动、纵火等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sandvia 。 好可怕。 似乎204个人海害暴动、温暴动荷户端。 大雪投票二百号大、温暴动摩奥梁。